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平常笑笑说反正也不干我们的事 没有想到陈同佳这个案件一一拆解开来 有没有可能居然是有人幕后鞭策出来的 要让蓝营捡到枪的一个政治大戏呢 这里面的步步精心与算计 一开始果然民进党如蓝营的高层所料 丹波众计啊 怕得说老人才好 杀死人之后呢 这个香港的法律没有办法用这个杀人案来判他 只能用洗钱罪判他 轻判他之后呢 出狱之后居然主动要到台湾来投案 真的是耶稣基督改变了他 他决定为自己来懺悔 还是背后有人教唆 而他服从了这样的一个政治的算计跟指引呢 不论如何到目前为止呢 陈同佳在这个律师的说明之下 特别是在香港建制派 亲中派的议员的一个说明之下 应该会在总统大选之后才回到台湾了 中间整个事情的峰回路转 有时候很厉害 真正担保的惊 有什么陈曹文大律师 这个在九月的时候就接触到这件事情了 为什么接下来马英九总统 其实他这个退休之后 普通都是讲说 我八年做了什么好事什么好事什么 政绩有多精彩 突然义愤填膺 语带哽咽的 针对陈同佳这件事情提出了一些说法 丁丁的步骤 包括呢这个暴戏的配合等等 甚至连香港都特别来台湾 跟着蔡总统的地方行程 逐一的逼问 这中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跟算计 今天大家好好的来了解一下 还有蔡英文总统本来是政大的一个教授 但是呢 这个第一次选书之后 过去这个为了要再当总统的 过去这四年以来 成立了想想论坛 每一个政策就是要大家多思考多琢磨 他从第一次选举的时候就告诉大家 他不是过去台湾很喜欢的激情型的魅力型的领袖 他也不想直接告诉你答案 他希望所有的民众大家都想一想 这个政策往这个方向走一定有利有逼 有利有逼有得有 是想一想我们国人大家希望怎么走 把台湾带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好了这下子出来一个韩国瑜了 开始进行全职的总统候选人下乡之旅之后 他的政策到底有没有经过一点点的讨论 为什么现在张善政原本的行政院长 原本很有可能搭党变副总统人选的 现在被校说叫张善后 每次这个总统候选人一闯祸 他就要跟着来善后 善后呢也受到他们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想 也跟着用凹的 今天稍等来对于这个 故宫七十万文件一次展 究竟是摊在这个电光灯下 给大家看 还是用数位展的方式 数位展的方式又要花多少钱 今天好好地来讨论一下 政策需要想 政策需要时间去锻炼跟讨论 不是信口开合 不知道你是否有体会呢 先来介绍今天委员会来宾 首先教师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夷先生 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明老师 大家好 好 国民党请立法委罗素雷小姐 慧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知识妹群黄创夏 慧敏好大家好 把善政 但是证明的善后就是你 这个人尽其才 好 再来看看 这个草鞋联盟发行的李正浩 你说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不然开除党籍的时候 还没给丹布了有故事 现在开除党籍之后 火力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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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真正路 来 知识妹群黄伯先生小姐 慧敏 当初出了一本书 就是让大家图子跟着月亮走 最近又再出一本书 让你看看不认识的韩国瑜 到底是长了什么样子 这个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删搞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政策是需要讨论的 不是呢 你昨天说完 今天立刻说我没讲 或者是我的意思是怎么样 不是你前几天说完 你现在说谁说的 不是这样子 当总统不能是这样的品格 我们来看VCR 慧敏台这个CD 谢谢 我其实不是光明 台湾这个3000公司以上高山 大概好几百座 我们尽量来做 不可能每个山 两三百吨那是不容易 但是 宣扬爱国精神 宣扬爱国的文化 韩国瑜23号在嘉义承诺选民 要尽量坐升旗台 不料不到一天 当场我就跟他回答 台湾3000公司以上高山 有200多座 每一座高山都输一个升旗台 那是不可能的 改口要每一座高山都有升旗台 根本不可能 和前一天说尽量坐 态度截然不同 3000公司以上高山 大概好几百座 我们尽量来坐 3000公司以上高山 要200多座 每一座高山都输一个升旗台 那是不可能的 和前一天相比 原本信誓旦旦宣扬爱国精神 不可少 这回在镜头前 大改口还强调要考量大自然 如果要每一个山都是升旗台 那必须要考量森林景观 还有路线 还有水土保持 这个困难度太大 当场我就讲这个困难度很高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高山 现在已经有升旗台 长期失修的 没有被照顾好的 我们可以考虑把它整修好 强调修好就升旗台 第一时间韩国瑜先答应 再改口拼命和乡亲拔干净 也难怪高山升旗台 这话题再度引发外界讨论 好想心情要正 现在年轻人到底怎么看 这个韩总统参选人 怎么看国民党 其实是这样子的 我一开始以为 韩国瑜的龙潭虎穴 在高雄市议会 我发现没有 高雄市议会对韩国瑜很有善 韩国瑜的龙潭虎穴 是在他每一次 全台爬爬罩的时候 每一场座谈会 他的思言才是他龙潭虎穴 因为在高雄市议会 很多市议员问他的问题 其实有些问题蛮专业的 第一预备金 第二预备金 前期规划后期评估 韩国瑜答不出来 很多市民是没有感同身受 因为问那些问题 我也答不出来 所以感觉不出来 韩国瑜真的是个草包 可是当韩国瑜开始 全省爬爬罩的时候 说出黄金是绿色的 博物馆文化要摊开来 三千公尺升起的时候 每一个有常识的人 都知道韩国瑜竟然比我还弱 原来你韩国瑜 不是真的是市政答不出来 你连常识都不知道 所以韩国瑜正式跛脚 所以我正式建议韩国瑜市长 你就消假吧 你就回到高雄市议会 你就被高敏宁折腾 你就被陈志忠折 他折腾你的那些问题 相对还比较有难度 比较有高度 你答不出来不会太丢脸 可是如果你连黄金是绿色 还是黑色都搞不清楚的话 你就真的很丢脸 因为国中学过化学的人 都知道不应该这样做 那整件事情 我觉得最可悲的事情是什么 是我们国民党 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来 培养的政务官 就在韩国瑜一次又一次的失言当中 失去人民的信任 昨天张善政就算 大家被牺牲为张善后 张善政以后要怎么做人 最糟糕是我认为他旁边 做一个叫人叫逢明珠 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前院长 他在两岸的博物馆界 都是最顶尖的那些人 基本上你能够做到 我们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在学术界地位都很崇高 他昨天竟然要出来 帮韩国瑜圆这种皇 如果他出来圆这种草包的政策的话 之后逢明珠在业界 是被人家看到一次笑一次 未来逢明珠的公信力在什么 往深处一想 如果国民党后来要再执政 重新再任用 顾后博物院院长说 逢明珠有没有机会 我相信没有机会 只要我们要任用逢明珠的话 民进党立委把逢明珠去 赞成韩国瑜把谷物全部摊开的画面 一波要怎么样 逢明珠要怎么做人 因为我们过去很多政官 是经过20年或30年 累积他们专业 获得人民的信任 可是因为要挺韩国瑜这个人 或者是挺韩国瑜提出 很荒谬的政策 让这些人的公信力 一天又一天的下滑 我认为这是最可惜的事情 这是你痛心的就对了 我很痛心 因为其实我这样讲 逢明珠过去30年40年 被大家讨论的次数 他如果say no会不会被开除党籍 他搞不好也不一定是国民党的 我相信他一定很想say no 他say no也不会被开除党籍 他就抱持着 好啦你国民党就推出这个人 我就挺到底 就是爱党的心 我可以想象 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损伤 是我们之前谈 劳工政策就奉走积来 那我们的劳工政策 那些委员要怎么办 就是我们 也不是我们 就他们 他们国民党 一代又一代 对啊 对我一直讲改不过来 但是说国民党一代又一代 累积出来的文官体系 累积出来那些文官的公信力 就因为韩国瑜的状况 不断的被减损嘛 再来了 3000公尺以上升旗 我跟大家讲一件故事 就是现在玉山北风啊 有一个观测员 他说 大家说是无名英雄 他是我堂哥 媒体很多次报道 他是我的亲堂哥 他的工作状况 跟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 每一天凌晨5点要起床 每一个小时就要出去记录那些气象的 气象的资讯 直到晚上9点才下班 一次上山要一个月 每一个月轮班 有一次在轮班的时候 他的同事提早一天上去 提早一般的直升机上去 就在他面前直升机坠毁 过世 风力太大 这个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那些在玉山上的无名英雄 每一天风雨无阻 帮我们观测气象 让我们知道明天要穿外套还是打伞 韩国瑜这种真正是不是要增加他们的工作负担 除了玉山北风 齐来山和欢山 要不要都设 是不是想有更多的公务员 因为韩国瑜一次的戏言 而上去 每一天升那个不知道给谁看得起 这就是现在那些 为什么韩国瑜讲出这些话 所谓登山人士会那么愤怒的原因 所以我认为 韩国瑜阵营说 他要在十月底之前追上蔡英文 十一月初黄金交叉 不可能 韩国瑜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 是一桶一桶的把他票往外倒 他讲故宫得罪了热爱中华文化的人 讲三千公尺升旗 得罪了登山客 他讲黄金会变绿色 得罪了每一个国中有学过物理跟化学的人 他怎么可能在十月底追上蔡英文 怎么可能在十一月黄金交叉 所以他最近地方爬爬罩 得罪的已经不是说年轻人了 已经不是了啦 就是一波一波的人 得罪国中有学过物理化学的人 学过物理化学的人都知道黄金不会变绿色 黄金他的艳养性很高 大家都讲过 黄金埋在地体 一千年挖出来还是金色 他只会颜色稍微暗淡一点 如果他纯度够纯的话 所以他怎么可能在十月底追上蔡英文 我觉得很 不是不可能的任务 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张善后 我抱歉给你了 张善正后 护航韩国瑜 故宫数位展 专家直接说了 十年都不可能 专家是哪一位呢 这个是在数位典藏机构 任职超过15年的诗人许赫 他说十年内不可能 因为这个计划 事实上已经进行了17年了 2006年前的数位技术 就是拍照扫描 这个大家都经历过了 高解析度的保存档案 需要数位策展来进行转换 否则会是一大堆党名很复杂 然后没有办法直接的参观 所以许赫他说 光是富春山居图数位展演 这个案子的经费高达一千万 目前从故宫资料库中 可找到一万七千六百七十 一万七千两百六十七件的书画 用这个比例来推算 预算是要一千七百多亿 这家伙一直说要帮大家发大财 政策支票一开 大家都是在大失血 钱要怎么赚他也说不清楚 这个政策一开 预算要一千七百多亿 他反问十年内 会编出这么多预算吗 还是有其他七十万件 要花多少钱来数位策展呢 他更何况说 他说的是一次七十件全展 不是择优而展 那张三政呢 硬要帮他讲说 你们这些抹袋就是没有一个数位头脑的概念 我觉得这个理居委员 大事不跟家里有 觉得说很好家材吗 民进党也说 总统好算 你不可以说一句 你应该收拾一下 我们最近在开玩笑说 其实韩国瑜是民进党最大的助选员 每天都一直在讲这个这些 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最近有网友把他所有的证件整理出来 这个是从十月十五号 他正式请假以后的 请假以后的 包括小琉球要收入导税 那刚刚讨论的七十万件的故宫文物 年金要改回去 三千公尺以上要 要这个广设升级台 废除一粒一休 那南部的这个超级大机场 还有中部要发展庶民赛车 赛车还有分庶民跟不是庶民的 那外交官还要推销农产品 外交官还要推销农产品 然后还有高铁南沿 就是南沿到屏东 他说要归零 那昨天我们对他有所批评以后 马上有韩本到我的脸书说 人家韩国瑜是有深度跟高度 我说对的确有深度跟高度 深度是什么 深度就是太平洋挖石油 太平岛挖石油 高度就是什么 以后三千公尺的以上的高山 都要设升级台 台湾三千公尺以上的高山 总共268座 我们是劝韩国瑜 如果今天 现在开始一天爬四座 你还来得及 一天爬四座 一天爬四座 然后去升级 升级完就下来 就表示你有跑到了 所以真的不要这么无聊 选总统 总统候选人 其实要非常正经的 把他的政策到底是什么 讲得非常清楚 然后未来怎么做 做法是什么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那刚才讲到这个数位典藏 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大家一定有印象 我们讨论清明上合图 用数位展 讨论很久了 这从2006 刚才有讲得很清楚 2006开始做 做到现在 整个还没有弄完 一个清明上合图 2006年开始到现在 还没有完全弄完 那数位展 当然可以展 但是你说的是 一次测展 一次怎么测 那一次怎么 所有70万件的故宫文物全部 我们在嘉义 故宫南院就在我们那里 故宫南院要把所有东西摆进去 也不可能 所以这个非常清楚 这个总统候选人 真的不要这样随便 老实讲 这个老实讲 这个完全没有政策的评估跟规划 难怪张善政会变张善后 国政顾问团变成 私言修补团 这个实在是真的很麻烦 那 其实讨论政策 比如说一立一休 他说要被除 但是大家第一个问题说 你说的到底是被除 还是周休二日 还是什么 哪一种 那国民党党团在当初是说 要两立 对 国民党党团当初要两立 这个非常清楚 看民进都输了 两立是什么意思 两立就是 礼拜六礼拜天通通不能加班 我怀疑 甚至怀疑韩国瑜到底知不知道什么叫立 什么叫休 立跟休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 你现在去问他 他一定答不出 你要投他一票吗 立就是他现在行程 就是每天都有休 对每天都休 他休就是他以前当市长行程 有时候休有时候不休 大部分这意思 这个也是很难 难怪你会被开除 所以其实现在我要讲的就是说总统候选人 我们一直讲民主政治就是选嫌语能 我觉得一个政策的分析 政策的评估 政策的决定 政策的方向 你至少要跟民众交代清楚 你自己讲不出来 你的国政顾问团也要把它讲清楚 但是现在他国政顾问团变成他的私言修补官 每天都在讲 他讲一个 然后他甚至就赶快在那里补 然后他讲一个 政策又要找人又在那里补 所以非常非常的奇怪 这个 真的适合做我们的总统吗 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评估一下 这是现在很多人的疑问 对不对 就是万一真的让他当总统台湾到底该怎么办 你是怎么样想到叫他张三后 我绝对不会黑寒 我觉得首先要称赞的是光琴 因为最了解韩国瑜的就是光琴 跟着月亮走 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 所以他今天变来变去 那是正常的 因为初一十五就不一样 而且你们不知道他的苦心 他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国宝摆出去 国旗升起来 台湾发大财 这是他的一个政策 对不对 然后沾上这个政策 就告诉你说脑袋要打开 然后我们要变成数位脑 这个可能是千年之后 人类进化的 AI跟人类结合的一个典范 他不是之前在Google工作过吗 他Google是做的是 他为什么要全部数位化 要多久的时间他不清楚 他是硬体的部分 现在其实我会觉得说还不够 光把故宫的全部扫出来是不够的 你就做一个VR的总统府 你就不需要出征了 你就可以直接每天去快个总统府 韩国瑜就可以当总统了 虚拟总统就好了 所以其实今天他真正的问题 就出在哪里呢 出在就是说 韩国瑜他去年的时候 认为说任何人 像陈其派准备这么多 问他任何事 不要跟我讲这种 滴滴答答的小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就过关了 对 你这滴滴答答的 又不是选里长 所以就过关了 然后在这个国瓶 滴滴答答要怎么处理 对 搞一些 不要跟我讲这滴滴答答的小事情 然后国民党初选的时候 又过关了 过关是什么 我们在讲两岸政策 是多么的严肃的问题 塞子 浴港 你看 对 大家都记起来了 对不对 都过去了 他就以为他这样子可以 这样一直过去 可是他今天问题是什么 当你沾山政变成 国政顾问团 变成善后顾问团 一立一休 就赶快跳出来讲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这个 要赶快跳出来讲一遍 然后结果这会怎么办呢 国民党最核心的东西都没有了 过去国民党有70年的执政经验 一般人会相信 国民党比较会搞经济 现在经济呢 经济来已经跑光了 国民党比较懂科技 科技来也跑光了 然后国民党本来青年就少 现在就把青年给开除了 然后其实还有一件 国民党呢 还有美国关系 国民党也比民进党好 因为被他搞砸了 然后现在剩下最后一件事情 国民党比较会治国 可是你光看到 当你这个善后顾问团出来的时候 善政来善后 刚好要人如其名的时候 你就知道 大家现在已经不是讨厌韩国瑜 不是讨厌国瑜 害怕国瑜党 这个害怕的状况 才会让整个他的民调继续输 所以今天的友台 新的民调出来 韩国瑜又输了13% 而这13%里面最危险的是什么 他原来最领先的50到59 继续下滑 因为这个才是 他最后他连着核心基础 年轻人早就没有了 50到59本来是他最领先 赢蔡英文的 他都开始下滑 代表着这场选举 50到59 我是不是希望选了他好歹 阿公会对我们好一点 因为50到59 这时候小时候都唱过 是不是就期望这个 阿公对我们好一点 因为50到59 像我们这一辈 像我们这一辈 我们小时候至少呢 是受过党国教育的 是受过那个整个教育过程中的 然后对国民党 对两岸之间 那时候我们小时候学的时候 我们佐水西是没学过的 我们学的是长江黄河 可是这一群百分之下最支持的人 领先蔡英文最多的人 开始下滑 所以我是觉得 整个国民党 在过去70年 能够讲出来说 他们有任何的骄傲的部分 通通都垮掉了 这个50到50岁的人 为什么流失掉 我记得那时候进去学校的时候 进去就是堂堂坐坐的证人 堂堂坐坐的中国人 实实在在的什么 要做事嘛 对不对 他到底实不实在 之前选手 之前大家被他糊弄了 后来当他说了 太平岛挖石油 怎么会是我的证件 是谁说的 白纸黑字拿出来 大家都知道 哇 什么 这个蒋南天 这无赖的样子 都现行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个 你不是说钱不够 我们就要有创业 要去太平岛挖石油 这是你讲的 好 那你当了市长之后 为了准备 有一些资本 可以去选总统 市长前一两个月 其实蛮认真的 穿北穿南 穿新加坡 穿香港 穿中国 中文有趣 中年办 来 他签订的农余品MOU 执行率到现在去体检 发现居然不到7% 他刚开始回来的时候 很开心说 拿了93.9亿元 要分四年执行完成 他当时兴高采烈的画面 对比现在我们执行 执行率不到7% 这落差是蛮大的 我们来看看 采购 新台币10亿元 所有的农产品 今年3月出访 深圳大手笔签下10亿MOU 采购高手农水产品 江苏也不遑多让 无意订单跑不掉 一起来签署 做些业务 香港当然也在其中 签约签约在签约 动辄一来一去 高手市场韩国瑜表情很得意 四处走访想抢订单 搏版面 但签下的MOU没有实质效力 达成率更续永极 东西卖得出于人进的来 高雄发大财 竞选时和的正天嘎响的发大财 谈开数据来看看 高雄市府一共签下93.9亿外销订单 中国港澳加起来约90亿 占大宗 另外新马也有少部分 其中这两国成交率的确比去年成长 但被中共政府掌控的中国港澳 约只达成3.33亿 全部剩下来总执行率大约只有百分之七 当然也会失望 因为他说要帮我们出 但是结果好像我们的木瓜 他也常出的力量也少一点 因为一整年的 应该到现在应该失业了 我们没有出应该是缺人的吧 中国欠的MOU只有百分之七的一个执行率 被问到民党问题 其实就回避快闪离去 空口说百话 MOU没保障 这一出中共主导的经济大戏 创着2020总统大选而来 就是要逼韩国瑜照着剧本走 当初喊着政治零分 经济一百 韩国瑜高调签约 却没看到钱真的进来 摊开数据只有百分之七达成率 距离上任满一年 剩下短短几个月时间 MOU签署替高雄带来多少效益 势必遭到检验 好我们看看 总之率现在只有百分之七 如果说分四年来执行完成的话 照理讲 他今年应该至少执行完成 百分之二十五 来再来看 怎么样发大财 照顾来 他来到了这个云林的时候 发表什么政策 照顾老农 透过金融操作配合长照政策 会比目前发七千两百五十六元 律伪要求的八千元 甚至一万更高的金额保障 拿国家的钱 也是来发大财了 光晴 你太了解他 谁说的 其实高雄经验就是一个很棒的参考指标 他推医疗观光的时候 也是说非常见价就可以做癌症的一个检验 可是后来医疗界的人也跳脚 像郑昊常常讲 就是说 你要的话 你就只要留在高雄四亿元 你现在已经熟了 家庭就熟 没有这几个月 没有几个月 韩国瑜就咬声音变成 可以跟黄杰 对打 然后就可以吓吓叫 没有 目前没有看到 那你就看到 刚刚有来宾提到 就是说 所有人在他旁边 以前我们讲就是说 应该是鸡蛋碰石头 冯明珠是石头 冯燕也是石头 两个都刚好都姓冯 张善政本来也是石头 你不管他是对硬体熟 还是真的是AI的专家 什么都懂 高科技的专家 不是这样的 那可是他们毕竟是这一行业 不管说他们的专业 以及他们的职位 其实都有相当的经验 可是石头却被鸡蛋打破了 你想想这是一个 多么荒谬的一个景象 国民党也不叫国语党 我也学黄创夏的风格 既不会被告 而且幽默风静 你们都要做标题 我觉得国民党要改成国一党 国王新一党 叫起来孔亮 口号非常响亮 就叫国一党 就是说 你们怎么这些专业的人 是碰到这样的一号人物 你们所有专业都离弃了 然后为了要护 为了要拿到那个政权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那我们就会看就是说 故宫这件事情 你知道 他们还很出征 寸草不生 今天去为谁 为谢祖武 连这个都搞错了 你想想看 那你知道 这是麻辣先师 主持人是正武 不是律师不是先师 对 就是说那个策展 许鹤提到的是一个策展的概念 而且是数位策展 韩国瑜提的不是数位 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策展 他也不知道我们有一个南院在那里 他不知道我们故宫的时候展 譬如雍正他喜欢披公文 披公文自由好看 然后那又有一个连续剧的风潮 所以展了 你不能把雍正跟其他朝代的 比如陈吉斯坦放在一起吧 不然一个书画展你不能又把雕刻弄进去 他有一个主题性 好 这些讲这些都没有 韩国瑜的做法是怎么样 要广辟天下盖大楼 我说七十万件 你要策展的话 你一次要拉出来是摆摊的概念 你要盖多少大楼 你一个南院你都没有跟我们提出 你到底要怎么样活化南院 都没有 你现在就是要全部拉出来 那我请教 你全部拉出来那些损坏怎么办呢 以前那个林佳龙 记不记得花博说要把吹白菜 拿来作为一个就引发诱因 就大家来砍人潮会来 我自己看花博 但我有的是为了这个吹白菜来了 蓝营把他骂臭头了 大家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甚至故宫那时候北院在装修 那要把有一些宝物拿到南院 去活化南院 结果后来民进党也被骂臭头了 那为什么蓝营一套标准 是可以让七十万件全部拉出来 这个我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好 一件接着一件 一件接着一件 国民党是没有人才库了吗 都不会讲话吗 或是国会也死了吗 不是 他是信口开河是不是 信口开河 真的 我觉得那是产业链系列 对 他为什么可以这样信口开河 总统要做自己重点观瞻的 因为他去年用同样的语言 他只有不敢再讲一碗卤肉饭了 对 他政治先进的部分都还没处理 我研究到一个 我终于懂了 刚刚那个委员表列李梅友 他之前在辩论会时候初选的时候 他不是提到一个发财外交吗 我终于懂了 发财外交朱立伦第一时间不懂 财经专家 后来大家搞懂 他会不会讲是经贸外交 就我今天懂了 是外交官去卖东西 当业务员 他没有外管就可以卖东西 就是说现在韩国一样蹦出来了 他那是产业链系列的 最近讲的是产业链 刚刚主持人讲说太平岛挖石油 当初也是讲啊 那时候就是一个做不到的 就是一个笑话 信口开合 信口开合的一个例子嘛 那你觉得他这样信口开合下去 会不会还是呼隆到台湾总统来做 目前的趋势看起来 我告诉你 我觉得差距 我觉得蔡英文当然还是领先状态 但是选举你很难讲 我觉得以蓝军 那以前也运用过啦 蓝军如果团结的话 铁板一块的话 那个差距是 就是两边是打成五五波 差距不会太大 是 就是说韩粉有因为这样离弃的吗 太平岛挖石油 现在到那个小琉球的庙宫 还坚信不疑啊 所以最近的一个最新的代表作就是 蒋夫人换人的 蒋夫人第二就是变李嘉芬了 先前你知道吗 有一个韩粉 他在脸书上po了 就说蒋万亚五月的时候被韩粉霸凌 他说蒋万亚不是蒋家的后代 韩国瑜才是 所以他的 他的这些都在颠覆大家的一个思考 然后问题是说 选战是一场战争 如果选赢了 他就做国家的总统 川普不是在美国也引发一些 很大的争议吗 就挡不住 我是有深层的忧虑 那个忧虑感在哪里 当总统以后 他全部的 全部台湾翻译变 他也不用行政院长 他也不用农委会主委 他也不用雇工博物院院长 连央行都烧受此余之央了 他给你点一下央行 会不会有人因为他是总统 真正拿到实权了 然后婆婆她她 然后最后就 哇 你会更深层的忧虑不说 会化为事实 对 其实你讲到重点了 其实民进党现在王国感 大概打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真的也是要打另外一种票 就是说 现在很多我们的朋友说 我就不说真的民政党 也不说这么多好 但是我实在很欢乐韩国瑜 动算会如何 反而这种情绪越来越高 其实韩国瑜现在 他这个选举里面 带给了很多人 其实没有黑韩产业链 但是笑韩产业链 是越来越繁荣的 但是有很多人在笑 但是另外一群 他带来很多人欢乐 带来越笑韩 但是另外一群 他带给他们希望和热情 我们现在讲到 韩国瑜出这个问题了 可能韩国瑜不最近 有他支持者 做了一个穿云界APP 你要看看里面的讲话里面 就知道他们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热情 这里面是说 谁说韩粉都是 挺韩都是老人 有铁粉组称青年团 四个人 从15号开始 对不对 你说女F4吗 对不对 不是青年团 青年团 四个人 有疫情四人 10月15号从台中出发 利用两天时间 快闪全台湾 在四个站里面 每一站送了60个便当 谁说韩粉没有青年人 有四个年轻人 那你们不要笑 三人成虎 再加一个 就是虎狼之师 然后这里面 对不对 他们就继续按赞 所以现在其实台湾 真的是一个台湾 两个世界 一群人是觉得说 如果给他当总统 好可怕 然后另外一群人是 只要怎么样 他们都赞成 所以我就觉得台湾 其实韩国瑜 真正的问题是 他把台湾真的切成两块了 四个人叫做青年团 然后呢 叫一个团 如果你在问他们这样的时候 他们还会 因为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在脸书上还说 然后他们还会说 蔡英文有吗 蔡英文有吗 所以你知道 这韩粉的凝结率是很可怕的 好我们来看 这个总统参选 你们再问说 韩国瑜你为什么不把 一粒一休你的主张 内容政策讲究 到底是几休 我告诉你天天休 为什么 已经当市长当到请假 要专心来做一个全职的总统参选了 韩国瑜迎领 第二天公开行程 只剩两个点 请问上班时间几点开始 罗尔远 这是总统候选人 我是觉得 用他的那个公开行程 来评论说 韩国瑜到底认不认真 或是韩国瑜是不是真的没地方跑了 我觉得这很不公平 因为有时候 他用很多的行程 他不愿意公开 比如他去拔妆 比如他去拔那个蔡英文的妆 他会写在行程上面吗 我认为说去评论他这个 其实 而且他拔妆有什么成果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吗 怎么可能会把公开 所以有很多人没有公开行程 这也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没有看到总统参选人 非公开行程这么多 因为他最近都是在绿的大本营 那绿的大本营你到某些地方去 云林是他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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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实是他的大本营 不过也是对蓝绿来讲 只不过说 那个这次赢了 可是那个还是以绿为主 那他的大本营一定有很大的亲戚 所以他五点才出门 我们不能怪他 我们不懂他的高声就对了 我是觉得说你用这样来评论的话 不公平 反正现在韩国瑜 不管他讲什么话 或出什么政策 就好比他行程 就可以被你们批评成这样子 所以不管他讲什么话 你们都认为他是一个 什么烧族意 鬼点字 尤其对于民进党的官员来讲说 韩国瑜 你不管提出什么 你想都不用想 我一定想办法来打击你 来反驳你 其实我们假如就是 很认真地来看 比如韩国瑜 他提出来的这个说说 故宫文物 要一次展的想法 他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他当然是希望就是说 能够借这样的机会来吸引 全世界各地 他热爱中华文化的 还有中华文物的观光客 能够到台湾来 那当然他的这个主意 是不是可行 或是不是那个 那这个当然 我们都可以来讨论 来那个 刚刚主持人一直在讲说 他的农产品执行力很低 那个怎么没有做到 没有错 他是也许他还没有达到 他的标准 可是民进党的明代 他是用什么基础 来跟他比较 他这个93亿 9376万 他是四年 他四年的一个长业 有 刚刚有讲 对 要注意事 他四年一个长业 他是三个 等于说三个国家 三十三个企业 那他今年度 其实他今年度里面 他已经执行了5.9亿 那还有5900 5.9亿 那快6亿 那出口的农产品 有12688公顿 那我们来跟去年 等于说 这个是到现在10月份 可是你去跟107年比 107年 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他才出口了6122顿 他成长了多少 他成长了107倍 来韩国瑜的MOU 总共金额是93.9亿 第一年 第一年我们讲一年 第一年目标是25亿 农产品达到了5亿多 没有错 所以他的执行率是20% 渔业产品多少 渔业产品26亿 第一年是26亿 现在出货多少 4650万 执行率是2% 2% 这都是今年第一年的数据 所以平均起来 大概7%左右 人家都没有讲错 这是数字 当然你今天 韩国瑜他有那个心 他要去帮 就好好做事长 渔民去拼那个 那当然以前 也是有人辞笑他 只要我刚才几个天 只要韩国瑜提示什么 大家都辞笑他 那时候他讲说 韩国瑜 你去卖这个龙鱼产品 只占我们的GDP 只有一%而已 好 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好 欢迎您回到节目现场 刚刚这个罗友人讲到说 韩国瑜云林 这个第二天公开行程 从晚上的5点开始 是因为他只公开这个 私底下拔装 拔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而已 到底呢 这个拔装的行程 进行到怎么样 云林有几位话 我最肯定的大哥大姐 现在他到底把这个装拔了没有 我们来看看挺韩大将孙大千 他是未来事件交易所的副董事长 跟操纵赌盘影响选举 有没有像不像 我们来看 这个未来事件交易所 现在已经整个逼近了 现在开始有一些民众担心 这是自由时报的报导说 赌盘会不会绑选票 韩国瑜民调落后 惊爆阴谋论 戳破从屏东出发的原因 所以目前为止 是不是开始又出现了 赌盘绑选票这样的状况 老师根据你的观察 我们看到今天最新的民调 韩国瑜输13% 所以当然我们还要再看下礼拜的民调 不过看起来13%到12% 这个稳定的差距 我不相信会有人赌徒 或想赌的人会认为韩国瑜会赢 所以他钱不要了 他钱拿去 他想反正这个钱不在乎了 所以你现在看到网络有现在这些传闻 就是可能会再利用操纵赌盘的方式 来把韩国瑜撑起来 你觉得这是未雨绸缪的说法 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操作也是有可能 但是也没有人会相信 我们先问家义地区 家义地区 家义地区其实过去选举赌盘都非常兴盛 那赌盘现在大概 我听到是没有人在赌谁会赢 而是赌会差多少票 就是说蔡英文跟韩国瑜之间 差多少 到底是200万票还是250万票 所以大家是 你说几票 200或250万 真的假的 你说大家义地区 大家义地区 大家有人开这样的盘 就是差200万票 或是差250万票 或是差150万票 这当然每个人判断不一样 但是赌盘有一个效果是什么效果 因为我要参与赌盘 我是实际要拿钱出去的 所以这跟我的利益有关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会希望 如果我是 我是150万票的 我赌这个150万票的 我会希望韩国瑜输少一点 我就会认真帮韩国瑜拉票 那过去在比较接近的选举里面 赌盘确实扮演这个关键性的角色 但是在总统的选举里面 老实讲赌盘的效应看不太出来 比较看不出来 所以现在有的人会觉得民进党好像很怕民进党 赌盘确实扮演 这个我们还是非常小心谨慎 但是赌盘也一定会操作 那最近一定会操作什么 操作说你看你看让分接近 让分接近 就是越来越接近两个 其实没有差距 13% 14%我们在民调看了 没有差那么多 有可能10%以内 所以大概过两个礼拜就会有这样的盘 接下来又越来越热 所以我们看到一开始 一开始还有这个主头是 韩国瑜赢蔡英文10万票 一开始是这样 现在反过来是改成 从今年9月份开始换盘 整个换盘 变成是蔡英文赢韩国瑜20万票 现在又增加在推 现在又最新 因为主头不断在看我们的民调 不断在看那个情势发展 现在反而变成蔡英文赢韩国瑜50万票 那当然我已经想说 现在可能再拉高 变成200万 但是会有250万 这还要再看后来的 未来发展 但是如果说是 对这个民众来讲 他也在看这个赌盘的结构 那有赌的人 他也是跟这个 他也把他自己的财产 跟这个赌盘 还有这个选情是绑在一起了 不过我必须要讲说 刚才那个光晴说 韩国瑜的行政经验 只有中和市的副市长 中和市是什么概念 现在叫新北市中和区 副区长 副区长 副区长要去当了 你可能想象一个中和区的副区长 去当了新北市市长 去干洪友宜这个位置 你看那个位置要 这个等于是坐火箭上去了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行政经验 以前这个怎么够呢 所以我就大家会质疑 不过我现在看就是说 他现在被人真的 大家讲天马行空 到哪里去就讲一个什么 不过我不需要肯定他 就是说他还知道要更正 他还知道 就是说他本来说 这个高山要设升旗台 第二天他发觉不对了 他还表示他还是一个 他还不是说执迷不悟的人 我讲了我就绝不改 表示他还知道说 这个表示他还算是一个正常人 就是说我发觉我讲错了 我还叫做更正 否则一般如果是一种 执迷不悟的人 反正我就是这样讲 我就要硬到底 这种人也有 那种偏执狂 可是韩国瑜他还知道 他失言了 那我觉得他现在张善政 每天帮他善后 我就必须要讲 韩国瑜到最后 跟他搭配的人 我看也只有詹善政 那詹善政对他 不气不离 而且一路跟着他 这样间谍情深 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张善政 成了张善后之后 他能够成为韩国瑜副手 我认为他的可能性又增加了 因为能够担任善后这个工作 是不容易 所以这次没有善后 善后没有善后 这次就变成说善后没善后好 善后没有 救援投手变爆头 那救援投手变爆头 但是终究还是同一队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这样子未来在磨合当中 也会增加默契 下次在救援的时候 应该就不会那么 那么落差了 那再来就是我觉得 韩国瑜现在的打法 就跟去年的选市长一模一样 但他告诉是 他也没什么证件 不过就像光景长 不敢再说卤肉饭了 大家都知道 他们家开这个贵族私立学校 多么有钱 一点也不注明 他不能再讲卤肉饭 所以他这也没讲了 但是他 其实他 但是他还是打了一场 就是成本最低的选战 他到哪里去 他现在除了就是 因为他还有个话题 所以大家还是 SNC还是跟着 车跟着他 所以他这样去 不断的冷销回 就不断的刺激 这个SNC车 跟他不离不弃 这样他就可以制造一个 最廉价的选举模式 其实跟柯文哲蛮像的 就是我不用挂什么碳板 我就每天上媒体 他一亿多 他申报一亿多 对啊 他现在连这个钱都不愿花 他现在就每天 然后我们每天 这段节目讨论他 他就有声量了 所以他现在就靠这个在过活 他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他 我是很想看一件事 就是蔡英文跟韩国瑜的大辩论 我太期待了 两个人如果真的对决的话 韩国瑜我真的不晓得 他怎么跟蔡英文对 光那个 不要讲 不要讲这些滴滴答答的 对他就讲 不要讲滴滴答答 好那我们现在讲国政 国政总可以吧 国政总不会滴滴答答的吧 你说那个市政啊 什么水沟啦 蚊子多 那是滴滴答答 我或许是啦 但是我是不认同 因为那个事情是 攸关高雄市民的福祉啦 好那讲国家大政吧 讲经济发展吧 讲产业发展吧 我就不晓得韩国瑜要讲什么 那到时候真的 那个一对决下去 我必须要讲 那个就没办法 我觉得韩国瑜如果还是靠他去年跟陈其迈那种模式打的话 他就立刻的展现出他的无知 那我必须要讲 他到时候也不能说 这一题请苏喜答 这一题请张胜任答 如果他还要当韩总机的话 所以明年的这个 民进党一定要跟那个到时候如果要辩论的话呢 我觉得要多辩几场 半个五场六场 还有一个条件 不能当总机 这个一定要先记录下 不然的话我要点谁 要候选人自己答 必须要答 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看到那一场蔡英文跟韩国瑜大辩论 真的到时候收视率肯定会非常好 来 真好 其实是这样子 对韩国瑜来说 为什么现在讲话大家都不信 因为他当过高雄市市长 所以如果要比韩国瑜没有更 他跟去年是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是因为他当过高雄市市长 被检验过能力 所以是陈其迈的牺牲 成就让我们看懂韩国瑜的不足 所以其实大家都要感谢陈其迈 陈其迈的血泪 陈其迈的血泪 所以现在韩君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其实韩国瑜即将复制去年的模式 不可能 陈其迈的民调一直在领先 一直觉得自己温压 但是最后票开出来 结果就让大家傻眼 他不是说这次对蔡英文 也会复制同样的模式 不可能 因为最大的差别就是韩国瑜已经破功了 就是他在高雄市的能力 已经被受怀疑了 市政做不好 你国政怎么做得好 这个逻辑是最说不通的 所以韩国瑜人生最好的状况 就是去年习败陈其迈 小输个五千票一万票 这个时候对韩国瑜人生是最好的状况 因为他过去想爱琴摩天轮 怎么南海挖石油 也都是很坏的 跟今天比博物馆一次摊开来 没有比较 可问题是现在大家会拆穿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被检验过了 所以对韩国瑜来说 我认为他人生最大的悲哀 就在于是他去年的时候 显胜陈其迈 那导致他经过一整年的检验之后 他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对反映在有台的民调 这个最新的民调出来了 这个韩国瑜请假拼总统 蔡英文支持度是持续增加的 52对上39增加 这个差距拉大到13个百分点 只有一个状况可以救韩国瑜 就是韩珠沛 韩珠沛的话蔡英文支持度是53% 但是韩珠沛可以拉到42% 光晴就你了解 韩珠沛到底有没有可能性 好我先说民调 其实韩国瑜或国民党内部 他们自己也会花钱去做民调 也会公布 所以以后 尤其进入11月以后 我们会看到两种非常悬殊的数字 那就是你们自己参考了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未来只剩70几天了 那就看就是说 朱立伦搭的可能性我认为不高了 你觉得不高了 那你觉得到底会搭谁呢 我跟你讲能够去搭副总统的 也是天赋一饼 一遇常人 你说事情来到这个地步 对对就是说 朱立伦或是说尤其李鸿源 有个性的一位部长 有才能的 他微微诺诺的 然后韩国瑜说什么 他都说对 好要配合 或者说以后当一个成功越南 我觉得只要自己有点报复 有专业 而且有想到自己未来 还有政治发展的人 不会 所以我也同意刚刚川上讲 就是未来可能性很高的 像张三正这种 可是过去 周锡伟是不是还有机会 我前天因为写书的关系 我有打电话问周锡伟 他们就是很官话 光晴你也了解我 从来不求位子 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 以张三正 你觉得他在民调上 或者在一般风评上 甚至他们国民党内部 都认为他不会加分 因为又嫌他一个人 没有团队 可是他已经做到 还没有去做深功怨妇 都已经深功怨难了 已经是这样子 甘拜韩国瑜下风的 已经做到这样 我觉得未来大家 加分的可能性不高 连吴敦云怎么定位张三正 不然不律 因为他无党籍嘛 不然不律 不上不下 他的副院长 院长做了也没多久 所以你判断会是谁 我觉得张三正可能性高一点 除非他又标榜什么女性 一路走来始终善后 最后是打安全牌 你不能说完全没有被检视过 像王如璇 我觉得蓝军已经很够幸福了 以前 我说韩国瑜已经够幸福了 因为王如璇就一个军宅 要不要打多久 真的 对不对 好 广告之后跟我们的讨论 马上回来 先来看一下 据说这个选战打到现在 出现了这个陈同佳案 那么在前几天突然的 陈同佳在即将出狱之后 说要来台湾主动投案 那这个球丢到了民进党政府这边 由于现在正值选举期间 开始有一些政治化的一个讨论 那么一开始有人认为是说 民进党比较失分 但当民进党决定要派人 去把陈家彤带回台湾 而港府拒绝的时候 好像是又搬回一城了 但最新的进展是 这中间有蓝营大佬 是不是真有蓝营大佬 涉入其中 要帮林郑月娥 要帮香港的反送中解套呢 这我们就要来 好好地讨论一下了 大家都是在台湾 吃台湾米 喝台湾水 为什么会帮香港 特别是建制派的 这个政府的这一群人 为什么要出这样的一个招数 来将民进党政府一军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今天要来好好地分析 先来看VCR 现在照妖镜一照 魔鬼跟魔鬼中的魔鬼 一一现实 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 台湾被卖了 我们还在帮人家算钱呢 这不是香港不要办 是他不能办 他们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了 结果呢 让自己陷入困境 然后开始乱找 这个替罪羔羊 上至总统 下至内政部长 前总统马英九 全都卖一遍 披着一切太荒唐 但行政院长苏贞昌 话说得更白 直指国民党在背后操作 原来早在几个月前 马英九的密友律师 已经到香港 为港府返送中解套来播话 他的律师为凶手辩父 马英九再来扮演 哽咽 同情 被害家属 我派陈昌文去香港 这个已经荒唐到 让我不知所措的地步了 院长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 担心 比心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早在陈童家出益前 马英九已经先在脸书上 发文抨击 22号受访时 还一度哽咽 向政府喊话 23号传出陈童家 要赴台投案 就这么巧 24号又被爆料 他的辩护律师陈昌文 是马英九好友 陈昌文是国师级法界大佬 当过马英九律师 更和蓝营长期有交流 苏贞昌先生是行政院院长 居然公然的释放假新闻 要付法律责任 马英九言正澄清 外界揣测错误 但他与陈昌文关系交好 一个镜头前哭 一个传出私下和陈童家联系 时间点很敏感 好我们先来看陈童家 这个案子怎么回事 陈童家其实现在已经 如果他不来台湾 他在香港他就是自由生了 为什么主动的说 要来台湾投案 10月18号港府新闻稿 陈童家写给林郑月儿 要来台自首 19号陆委会副主委邱锤正说 港府推卸责任 任意放弃司法管辖权 别有用心 关键在这边 民政党政府是说 要做什么 别有用心 打的是什么算谈 慢慢的 好像事情会不会越来越清楚 10月22号 总统马英九接班了 他哽咽的说 将心比心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蔡总统您不在乎 我们在乎 请让杀人犯来台湾投案 这是10月20号 总统马英九讲的 我特别把这个 这个当天的新闻稿印下来 10月22号 不满陈童家案 蔡政府的发言 马英九说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马总统呢 他是参加什么 永续能源之路高峰论坛的 结果自己准备了这个板子 有没有 观众朋友 放弃主权 干预司法 罔顾人权 天理难容 马英九 他这个表情 那大家觉得很奇怪 他主动针对事情 来发表看法 到底怎么一回事 来事情继续发展 童天秋水镇 陆委会副主席又讲了 香港不审 我们来审 香港不办 我们来办 大概 而且马上就发函给港府说 我们要派人赴港 押解陈同家 等于就18 19号发生那样事情之后 慢慢发现蓝军快要捡到枪了 我们看到邱学生开始说 香港不是我们来审 23号呢 陈同家出狱之后 两度鞠躬道歉 说要来台湾 然后呢 事情就急转直下了 11月24号发现 有蓝银法界大佬 被曝光 曝光是陈长文 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 宪策说 要让陈同家 以这种名义来台湾受审 只要陈贤被送到台湾受审 港府就可以从反送中当中困境脱身了 那陈长文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我无法证实 也无法否认 然后苏贞昌刚刚捡到枪的话 您就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交锋过程里面 到底谁比较失分 而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未来事件交易所 蛮有趣的 未来事件交易所呢 针对这整个事情的发展 马上发了一个新闻稿 而且是主动的发新闻稿 说民进党在陈红家事件处理的不好 所以让蔡昌 韩国瑜的行情往上升 两个人差距已经缩小到3%左右 那个步骤是环环相扣 怎么回事 委员你在现场的嘛 中文时报的记者来的时候 在乡读的时候 你也是有出来声援说 记者怎么这样对不对 我想我昨天整个在现场 昨天国民党也好 民进党也好都甲级动员 在内政委员会甲级动员 在处理这一件的专案报告 那其实这件事情 从头到尾很简单 它是一个单纯的司法事件 那单纯的司法事件 我们就看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到底是属人主义或属地主义 第二个我们就看 香港政府跟台湾 到底有没有司法互助 这件事情 那这个其实前面都讨论完了 昨天有一个 非常越来越轮廓越来越清楚 刚才也提到马英九 提到陈长文 昨天我们在咨询的时候 我就把这件这个表拿出来 我们发现原来讨论半天 那国民党动作非常大 我们那一天其实非常质疑的是说 奇怪为什么马英九忽然跑出来 忽然跑出来 然后而且马英九是用哽咽的 在当场哽咽说 我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 然后完全在一个不相干的场合里面 然后忽然做这样的动作 到底有什么这个角色很怪 所以我昨天把这个东西整理了一下就知道 原来我们有一个监制叫做习近平 那女主角是谁 女主角就是林郑月娥 然后有一个男配角跑来跑去 香港台北跑来跑去的就是管浩民 管浩民就是那个牧师 他有北京政协的身份 另外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编剧 陈长文 他到现在告诉你说 我没有承认 我也没有否认 但是陈同佳如果到台湾来受审 要他的辩护律师 就是李律师事务所 这个已经确定了 这个已经确定 然后刚刚我讲的最奇怪的是这个 这个本来是路人甲 完全不关他的事情 路人甲 那路人甲在这两天 非常动作非常大 还哽咽还哭 特别嘉宾 就是特别嘉宾 就是客串演出的马英九 那整个连起来我们就觉得奇怪 其实这件事情是什么 这件事情就是香港人杀香港人 人当初也关在香港 那为什么香港就不办 说不关我们的事 不关我们的事 然后还特别发了半夜凌晨12点25分 发了一个声明稿说 陈同佳出狱以后他就自由人 所以你第一个 台湾不能派检警来压人 第二个 因为涉及我的司法管辖权 所以这个案子我们 不关我们的事 但是台湾也不能来办 那我们说 好那没关系 那我们这样 香港不办我们办 香港不办我们办 但是你要让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刑事司法案件 你要让这件事情 所有事情可以水落石出 然后司法正义可以伸张的话 只有一个途径 就是什么 就是港府跟台湾政府 互相司法互助合作 那合作的话 才有办法把所有的卷证 还有人 这个非常交得清楚 然后才有办法往下办下去 这个等一下地影 可能可以讲的地影比我还清楚 这个非常非常清楚 然后现在问题是 我们不懂的是 为什么国民党党团 连续三天开记者会 连续三天再开记者会 第一天讲什么 民进党为什么拒收 可是非常清楚的包括陈明通主委 包括徐国勇部长都说从来没有拒收这个问题 只是我们希望香港政府赶快谈司法互助 司法互助合作 那你就知道香港政府不能跟我们谈 香港政府不想跟我们谈 就是不想收嘛 那这个 国民党的观点是这样吗 重点我来讲一下 2016时候其实香港有 有逃犯跑到我们这边来 然后透过双方的司法合作 我们压到空桥去 让香港政府接走 这个是2016有石关案 这个非常出名的案子 所以大家就去 司法互助合作以前做过啊 为什么现在就不行 那唯一的理由 我们把所有的案子撑起来之后 发现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管浩明这几个月拼命跑台湾 管浩明在9月的时候 带着陈同佳的父母亲来台湾 找陈长文律师 陈长文律师也没有否认 确定这件事情 但是 要知道陈长文不简单 对 大家都知道陈长文的理议事务所 是怎么一个行情 陈同佳 这个有办法找到他真的不简单 然后更重要的是 陈长文其实不是在9月接这个案子 陈长文在6、7月的时候就去过香港 请陈长文出来说明 去香港做什么 去香港做什么 然后整个媒体的报导讨论得很清楚 其实陈长文去香港 就是帮香港政府想 怎么跳出这个反送中的 这个整个社会的 所以我们非常不理解 就是在台湾的地方 台湾的律师 这么出名的律师 马英九过去的国师 为什么你要精心策划这个东西 然后昨天管闭令委员也把 昨天的时间序列表提出来 我们在去年三次要求香港政府 司法互助 香港政府不理不睬 今年换香港政府说 那我们来谈陈同佳这个案子吧 目的在什么 谈出来以后就发现说 其实他跟他的反送中条例 什么时候要提 什么时候要测 都有相关联 那我们担心的 我们紧张的就是 为什么是有台湾的名律师 台湾这么出名的人 在策划整个事情 然后由管浩米跟林郑月娥 来配合来办理 然后国民党也发动 这两天都在指责说 为什么民进党不收人 民进党从头到尾没有不收人 那最后的结论是 如果这个案子从一个司法的单纯的司法案件 变成一个政治案件 那这件事情就非同小可 这才是苏贞昌院长所讲的魔鬼交易 那最后不要被魔鬼卖掉了 你觉得这件事情发展到现在到底谁扣分 蓝军可不可以继续打 真的捡到枪了吗 还是现在整个风火急转之下 陈同家来台投案是不变的 但是会 现在香港 就是南华早报 说打算延三个月来台投案 因为总统大选的关系 说他们先说他们没有政治操作 所以刚刚李委员讲的 这一踏边剧本 因此就说民进党自己收出来 甘民没关系 管律 管牧师 管政协 他只是希望让这个迷途的羔羊 回来台湾赎罪 有没有这么简单 整件事情发展到现在 政治面到底谁加分谁扣分 其实我觉得民党本来扣分 但是我觉得现在已经扳回来 因为你已经说你可以来了 现在不敢来的是香港方面 那我不觉得这个牧师 或是这个律师 有这么大一个政治阴谋 但是林郑月娥的角色 我是非常的质疑 就说陈同家写信给林郑月娥 请求她可以要来台湾做这个投案 那林郑月娥 如果你想真的想要让杀人犯 这个得到惩罚 然后让被杀者得到正义的时候 你林郑月娥为什么要在广播专访的时候 去公布这封信 引起一个轩然大波 否则你这个牧师9月到10月 来这边台湾接触 不管是接触律师 或是接触这个部长也好 其实他就整个把案子都安排好了 连那天的长龙的机票 7点钟的也买好了 那你香港就本来让他提早一点 然后搭上飞机 就到台湾直接投案了嘛 那这个东西会引起大家注意 完全就是因为林郑把这封信给公布了 就说这个人写信给我 然后说到香港到台湾来投案 所以大家就会引起说 我们之前一直要你这个人 我们不要的话 为什么该把他发通计犯 所以干嘛发这个通计令 所以你蓝军也好 我会说这个别台的 我看有一些比较青睐的 米嘴巴 那个台湾的政府骂了一文不止 我完全不知道他是 我说重一点 不是好像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 因为台湾从头到尾 就是发通计令 就是要逮捕这个人 他并没有拒绝司法拐侠权这件事情 是因为后来发生送中 送中演了四个月之后 你突然要送人来 我请问一下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个的疑问不是吗 一定会说这是要干嘛 这是很自然的反应嘛 那只是说你入委会 你做一个政府单位 你在反应的时候不要太直觉 你应该把合同评估之后 再做一个反应嘛 那你入委会这样子一个反应之后 大家就开始骂 好那骂之后下午 行政局就开会 马上修正了嘛 这有什么好讲呢 我坦白这 整件事情 你没有发现 其实民进党的反应速度 对啊 是蛮快蛮有节奏的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觉得有一些人 我听不下去的意思 他一直骂说 香港就是属地主义 他就是不能办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要台湾办 然后台湾一定要重放这个 什么杀人犯吗 然后我们的这个前总统 马上修正就开始哭了 我请问一下 他快卸任的时候 小灯泡当街当着妈妈的面 被杀的时候 他们掉过一滴眼泪 这件事情香港人 在台湾杀香港人 这件事情 是属人 主意还属地 主意都在吵这个 问题是 这个香港的民众 我认为为什么这两个人 这个公民 这两个公民犯罪 香港政府没有办法处理 那香港有没有发生 有没有发现法律的漏洞 有啊 他有发现法律的漏洞 但是他去干嘛 他去修送中条例 他应该修的是刑法 他要把他的海外 这个拐材权把它修回来 因为之前2016年的时候 也在泰国发生一个15岁的香港女童 被27岁的叔叔禁侵犯 香港当时就运用一个所谓 儿童福利的保障的措施 把两个人弄回香港审判啊 不是没有潜力啊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事情就一定要推给 推给台湾 台湾也可以接受 但是你香港人不能处理香港人吗 这多大的法律漏洞 那你今天应该骂这个林郑月娥太无能啊 如果你把修法 不要修送中条例 修刑法的话 不是你都解决了 好那些的台湾人就是要 收这个人要进来 如果你我们有没有司法互助 有啊 刚才有人讲那个 这个水泥风势案 就是三年前在空桥 做一个交接嘛 这个就是没有伸张 然后就交接的一个 当时没有总统宣布 对就是司法互助案嘛 那你林郑月娥如果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公开 我觉得林郑月娥可能个人有个人政治的想法 这个是不可以排除的 因为如果你一个形式把这个程度压回来之后 默默的执行 他到了台湾 这个自动到试检去投案 那这事情不是结束了吗 我比较好奇的 你为什么要起风波 我比较好奇的是陈昌文的角色 陈昌文 他说他既不能因为事情比较特别说 他既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 他整件事情到底有什么角色 我觉得他自己要说清楚啦 因为他跟这个马一九跟蓝颖的关系又很深 那如果说你纯粹就是为了这个辩护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恐怕也超过一个律师事务所做的范围嘛 因为你自己有亲自去香港 当然香港圣公会的确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 他也不是没有钱 他也不是说没有钱 付得起像理律法律师所这样的一个高所 你的意思是说陈昌教的案子很可能就是香港圣公会帮忙处理了 对 所以他现在在安全屋或什么 可能都是圣公会来帮忙 对 圣公会从头到尾这个牧师就默默在联系 我当然我现在没有证据说这个作为一个牧师 他真的会违反良心跟这个所谓这个什么白格 说真的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 我们也不要妄加评论 或许他真的就在做上帝的旨意 对 也不一定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变成 我觉得林郑你自己就要出来讲 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操作 而且林郑是听陈昌文的吗 到底陈昌文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这有几个需要厘清 有人说这个林郑越来用这个所谓的 这个陈昌佳送来台湾来转移 现在的反送中的这样一个游行 每个周末的这个跟警察之间的对抗 我觉得不太可能 你觉得难道那个香港民众 好棒好棒 那个陈昌佳到台湾来了 我们就停止了 现在已经不是那个问题了 现在他们的这个矛盾 跟陈昌佳根本无关 所以我觉得说 如果说林郑有这个想法 那我觉得他这个脑袋有问题 难怪最近说 他要被换掉了 最近说听说习近平要把他换掉了 因为这个没办法转移的 那如果他这么讲 他真的没有任何判断能力 但是我认为为什么 为什么就是说 好像这个马英九跟陈昌文这么积极 我自己主观的看法 对 到底陈昌文是什么角色 我认为 我当然马英九那天上海被掉眼泪 当然不是因为说 李律少了这个案子 我好像损失了 损失了这个收入 我倒不这么认为 因为李律这么大公司 哪在乎这个 不是要钱 不是在乎钱 马英九那天掉眼泪 你看他之前这个 陈彦霖 15岁的女孩子 香港女孩子 游泳健将 只是因为参加了反送中游行 在学校失踪 然后后来发觉变成一个浮尸 他有掉眼泪吗 没有掉眼泪 他对反送中到目前为止 有任何一件事 他有做过什么样的评论吗 都没有嘛 所以表示他这一次 对于陈同家的事情 他特别关心 我的认为 我的看法是 他为什么这么关心 而且掉眼泪 他们要制造一个就是 到时候可能就是 这个 这个陈长文 陪同的 跟广浩敏这个律师 陪同陈同家 一起从香港回来台湾 然后马英九在机场 三个人同框 表示是我 马英九 跟陈长文 我们完成了这一件 不可能的任务 把他护送回来 然后得到什么呢 我捍卫中华民国主权 我让这个陈同家 接受中华民国 法律的制裁 我是捍卫主权的 你蔡文说 你捍卫主权 你是假的 你们把他拒绝了 我把他引来了 让他福音在 中华民国的刑法之下 我马英九 获得了这样一个 名 他不在乎 他很在乎名嘛 他有这样的一个名声 在创他的一个 在台湾政坛上的一个地位 你们都说我卖台 你们都说我会 会转害台湾主权 没有 真正害会台湾的是我 所以你看 马英九一出来 或者国民党一出来 就是说 你猜的是英国 每天都说你捍卫主权 是捍卫假的 你拒绝 从同家进来 你是丧失主权 你是把我们的司法管辖权 给让给了香港 你过去说 你是辣台湾是假的 只有我才是真的 捍卫台湾的司法管辖权 他们就是趁 陆委会第一时间反应的 这个有点稍微的 误施 做政治操作 对 就是想要在中间 你们这个 你们不是说要口吼声 要抓人吗 什么 行使司法管辖权等等 那然后我就在这里哭 说你们蔡政府都不顾正义 杀人不把他抓 不过他讲到更远了 他说马英九要借这个事件 得到他的利益 而且你笑死人了 前总统去前总统去接一个杀人犯 看你敢不敢接 我补两句话就好 一个时间点 去年我们的士林地检署 12月17号就发出通缉令 那如果台湾是拒收的话 台湾就是要放弃这个司法管辖权的话 为什么要发通缉令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把国民党这几天的 这个记者会的标题都是什么 拒收杀人犯 台湾成为新的犯罪新天堂 是这样吗 什么时候有告诉你过 说我们不收杀人犯 什么时候告诉你说 我们放弃司法管辖权 就是刚才你放这个 从头到尾没有这种事啊 从头到尾没有这种事 那为什么一直在打这个 就是最后的结论就是 马英九才是捍卫司法主权的人嘛 就是如此而已 然后他把一个杀人犯给 他完成了这样的一个 逮捕 不是说逮捕了 还是从香港移送到台湾的 这样一个神圣使命 那所以我觉得 所以据了解本来 我了解本来礼拜三 这个管浩敏跟陈鸿江是要搭乘 早上七点 七点十分 从香港到 中央飞机 对 其实他们已经在 已经在准备要铺层了嘛 你是说几号 就是 出狱了那一天 出狱了那一天 23号 他9点出狱但是他买了7点十分的 但是你 23号有可能 继续把这个问题炒热 所以9点 本来说9点出狱 9点出狱他买7点的飞机 那表示他可能5点就出狱了 这媒体还没到 他就已经 才能当7点的半天 台大飞机 然后他可能一落地 所以这一定要港府特准吗 对 就是他港府没问题啊 但是他落地 他前天的凌晨开始就可以出狱了 对 这个人是住了9个多 多了9个小时 他其实12点 就是23号的凌晨12点开始 他就是算自由人了 对 所以他等于是一种突袭式的 等到我到了台湾 你台湾你不能不接 然后到最后别人是 我刚刚讲 管浩明跟陈长文两个律师 陪同他 当然可能 当然我就觉得香港政府 可能他也有警察 就是在 你还是怕他会什么状况 可能就便衣的在旁边包围他 然后护送他到台湾 然后他出来 然后媒体可能就已经在那边等了 对 然后就营造出一个 他们做了这个了不起的 然后国民党就捡到枪了 国民党当然就捡到枪了 这当然嘛 我这边来看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 马英九和陈长文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 但是你要回头来看 这几天的政治上达到的效果 这个效果叫做 鱼木混珠 偷天换日已经成功了 因为本来反送中这件事情 就刚刚讲的 你的那个林郑月娥已经撤回了反送中 然后在前两天的时候 在他们的整个立法局 也都把它给撤回了 可是整个香港的反送中 造成台湾对这样一个亡国感 是因为这一个司法案件吗 它只是一个隐姓 是长期以来 对于中国 对于国际条约的不信任 中国的完全会撕毁 是香港人在这十几年来受尽的欺骇 所以这个整个反送中是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到今天为止 大家都已经把它集中到一个司法案件 司法正义的时候 其实国民党在长期这么多半年以来的 对于反送中的态度的暧昧 韩国瑜进入中联办的这件事情的被质疑 已经不见了 没有 还是在啊 不是 已经没讨论了 我说他们要的是这个效果 因为当韩国 要转移焦点 转移焦点 当韩国瑜开始选的时候 一直在开始韩国瑜阵营 国民党阵营 一直在解释反送中这件事情 都一直把陈铜家当成一个影子 可是事实是如此吗 反送中运动的事实是 是因为陈铜家这个事件吗 他们这个整个呼应上去的时候 现在好像讨论起来 这个整个香港的这个香港人的不平 香港人被欺负 一国两制的不能信赖 就因为一个陈铜家 你已经被转移焦点了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 效果已经出来 当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所以你看蓝军是很兴奋的 你在蓝军的脸书里面 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说反送中结束了 因为他在转移焦点 所以大家要知道说回到本职 中国不可信赖 那才是本职 如果一直进到这里面去 你就会相信说 把这种东西都转移掉了 而且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访聊的乡镇顾问 对还在哪边 演书传一张照片 到现在音讯不明 是的 所以我是觉得他们如果 传一张照片音讯不明 然后再回来这个广浩明 他道理 其实他的重点 不完全是政协委员 他能够被提起来的时候 是在雨伞运动的时候 他是在香港的基督教里面 站出来 谴责反对雨伞运动 所以被看中了 去年的时候 他是有一个案件 660万港币的一个案件 在被调查 然后一句话 我报备了 没事了 所以管浩明的身份 显然不是这么单纯 人家说红顶商人 他可能是红顶牧师 不是那么单纯 然后不是这么单纯 所以大家不是只是说 真的就是 他并没有那么单纯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是整个事件里面 其实我是呼吁一下 这个司法正义 国家主权 当然我们要处理 但是不要忘了 有一个人进过中联办 有一个党 半年来对于反送中 是暧昧的 而现在他们正以为 他们可以脱身 是 真的脱身了吗 其实我刚刚那个 李靖一伟也拿了这个图 这个表 他这个人物里面 还少了两个人 还少了谁 还少了习国勇 跟黄成果 其实大家很清楚 这个牧师来台湾 他难力都见 所以我是接受 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政治操作 那我们本来就是因为 要捍卫司法 司法的那个公正 那要把杀人换 抓回来 因为我们很清楚 因为香港 香港对境外的刑事案件 他没有管辖权 所以你在海外犯罪的话 不是香港不办 是香港不能办 他的法律是这样子 所以刚刚明洪讲的 这是最好笑的部分 所以明洪也讲 他们应该去 他们应该要去修 这样的一个法 所以应该是要去修法 那可是目前 没有修法之前 香港法律就是这样子 所以香港不能办 他修法 修送中条例 那你去叫香港修 他不修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的处境 就是说 我们当然能够回来 可是大家很清楚 为什么一开始我们可以说坊间 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认为说 是因为你蔡英文政府不收 不让他回来 因为你陆委会的那个声明 谁看得懂啊 行行服服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 那个你不收嘛 可是后来 发现说不收以后 议论 一直一面倒都在骂蔡英文政府以后 才开始改口嘛 你是不是要佩服蔡英文政府 其实反应蛮快的 对 很接地气听明星 不是啊 那民调掉了当哪 这个不错 你假如说真的是捍卫主权 你第一时间 你就说 你回来 我欢迎 可是你没有啊 你一开始也是爱爱妹妹的啊 那你现在 果然 就发现 陈昌文在集中穿梭了 那我是觉得 苏正 虽然这样真的很不够格 你这是一个行政院长 你今天你只不过看到 就说 好 那个 马英九的好朋友 陈昌文 知道他是律师吗 律师 我想 黄定义律师在这里啊 律师种了一个杀人犯 律师什么叫律师 他帮他辩 他也是要去辩 这个是他的职责 也许这只是他的一个案子 那马英九也许在这个时间点 他才认为说 我们本来 可以捍卫我们的主权 我们本来可以在第一时间 把人带回来 你不带回来 所以他想到就说 你们都一天到晚骂我说 我马英九不捍卫主权 那你民进党呢 所以也许他是有感 所以他哭了 那他哭了 他能够代表说什么 怎么可以讲说 魔鬼一一现行呢 那魔鬼 那你 你 他是从那个政治阴谋的角度 来看这件事情 不是啊 那你何必 这中间到底有没有政治阴谋 那你何必用这样 我就讲嘛 有一个日子讲出来 你把它看得很简单 你连这个图 你律国勇跟黄辰国 我都不敢写进去 我讲一下 所以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大家看是不是 这个不够大啦 一个日期就好了 一个什么日期 管浩敏带着陈同家的父母 来找陈长文 是在9月发生的事 才确定有李律事务所 接管陈同家的案子 那陈长文为什么 六七月就在香港 我们只问这个问题就好 他六七月就去香港啦 吃东西啊 没关系啊 那就告诉大家 吃手吧 我们今天 今天在台湾 就是大家都喜欢用那种政治的角度 都是政治的阴谋 来看一件事情 一定要把它讲成是说 犯罪新天堂是民进党弄出来 是政治阴谋吗 你们刚说为什么 聚阶是民进党弄出来的政治阴谋吗 第一阶段 第一时间 为什么不说好就回来 第一时间就说啦 没有 你把那个陆委会的那个声明稿拿来看一看 我觉得显然国民党稍微有点捡到枪 但是我们来就法律面来看这整件事情啦 港府现在是没有权力不大可能跟台湾谈这个司法互助 要谈就是台湾跟中国谈 中国现在对台湾就是语毒不回 的情况之下这样的一个状况 整件事情 法律面来看 到底谁对谁错 第一个我要先讲的是说 港府其实这一连串的操作过程里面 一直有自我打脸 当我们这边派出检警要去机场 要去接陈同佳回来的时候 港府讲说 因为陈同佳 他前面的案子结束了 他刑期浮满了 他后面是自由人 这个案子跟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港府对外的讲法 那实际上呢 有没有政治的因素 有嘛 因为后面的这一段 今天的这个建制派议员说 他建议 这个这段期间选前 不要再来 为什么 一个杀人犯罪 如果没有政治因素 他是不能有中空的时间 你这边扶完刑 就立即到另外一个地方 接受法律制裁 这才是正常的状况 结果他说没有政治因素 结果现在跟你讲说 因为要选举了 所以人不要来 这就是政治因素 他港府的建制议员 打脸港府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什么 他说他是自由人 就是你看到当天的那个 他受访完之后 人就消失了 歇去安全屋 安全屋是什么 他是香港在保护秘密证人 或者是保护相关的 嫌犯的重要的地方 他是政府的机关的所辖 所以他不是自由人 哪一个自由人说 我今天可以 我今天要去哪里都可以 这才是自由人 结果他被 拉到这个安全屋里面 还有这个管号名 当这个所谓管搜人 这绝对不是自由人 那港府当时对外讲说 我没办法交给你台湾的检警 是因为他服刑完了 那个陈同家就是自由人 结果这句话是假的 他不是自由人 他马上被抓到安全屋 而且隔离在政治 或者是其他的采访之外 所以港府自己自我打脸两次 那我拉到陈长文的 这一个角色 我那昨天的周刊出来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等说 陈长文到底怎么回应 这件事情 就他说他不能承认 也不能否认 我就开始怀疑他在里面的角色 作为一个律师 办案很单纯 如果他说 这个就是当事人的接触 我们基于当事人的这个互信或秘密 我们没办法接受采访 但是没有后面 他可以否认掉这些政治传言 就他没办法承认 没办法否认 我要强调 作为一个律师 你在办案 有律师伦理 你基于对当事人的辩护也好 你一定要为当事人的利益 陈同家案 在港府已经宣誓说 他服刑完之后 香港没有要追究他杀人罪 请问哪一个律师 会帮自己的当事人说 你来 你去其他的地方服刑 你那个地方有制裁 你往那个地方去 没有这种律师 正常的律师是说 你帮当事人想 哪边不会卡到法律责任 你要帮当事人想辩护的方法 这才是律师伦理 在这边陈长文或者是李律的角色 是真的为当事人 陈同家的利益吗 这个都很怀疑了 台湾是有死刑的 台湾杀人罪是可能判死刑的 在香港是没有 而且香港已经表示 不追究他杀人的部分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还去跟他讲说 你来台湾服刑 如果说我怎么可能进台湾 对不对 全世界哪里都去 就是台湾不能进 不要说这是人性 不要说这是人性 律师伦理上面也不允许 所以在这边 其实陈长文的角色非常奇怪 这个连结到马英九会哽咽 我就完全了解说 为什么会这样 马英九在过去 他当总统任内 发生多起命案 不管是巴黎双司命案 妈妈嘴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小灯泡 这过程里面多少台湾人死掉 你可曾看过当时主政的马英九 为了这个命案的台湾人被杀 哽咽过一次 没有 一次都没有 一次眼泪都没掉过 那更荒谬的是什么 同样是港女被杀 因为陈同佳案次来台湾 杀掉他香港的女朋友 同样是港女被杀 我们刚才举的这里 香港反送中到今天死了108人 不管是自杀或者是被自杀 包括这一个15岁的这个女服尸 他现在连他妈妈都找不到了 就连这个受害家属的这个陈同学的这个妈妈都不见了 这个找不到了 香港人找不到了 他的这个尸体被火速的火化 大家说你怎么可以还没查清楚就火化 然后他的这个监视录影器被抓到 国际媒体抓到 被改 被篡改 被灭证 这么荒谬国际都看不下去的情况 马英九一句话都不敢说 同样是香港女性被杀 请问马英九为什么只有对陈同佳案会哽咽 那我要强调的是说 台湾打击犯罪不分男女 对于一个杀人犯通弃犯 进到国内被依法审判 没有任何的意见 都认为应该这么做 而且法律上也只有这条路 当然为什么当台湾人跑去 我们现在政府主张说 我们的检警要去接人进来 过去2016年的潜力 其实我们跟很少数的国家 有签司法互助 我们多数的刑事的合作 都是属于默契式的 大家公文来公文往 没有这次签约 但是就是你这边的检警 抓到人了 可能送给我们 那我们在一样在机场接人 我们这边的检警抓到人了 一样送给你 平等互惠 这是我们办案的实物 办刑事案件的实物 今天2016年曾经办过 这个香港的这个封丝命案 台湾跟香港其实有 就算没有签司法互助 也一样有这个合作方式 马英九或者是韩国瑜 在说要接人的同时 没有思考过说 卷证资料怎么进来 为什么实质司法互助都不谈 他只一位林郑月儿喊话说 我要把人送过来台湾了 他们两个马上在台湾说 我们要接人 这个是荒谬的 正常办案打击犯罪 绝对不是这种思考 打击犯罪是要让杀人犯 付出法律代价 因此他的卷证资料 他的移送的合法程序 正当法律程序都要讲究 马英九还号称法学博士 就在这边你演出的是激情演出 不讲法律在那边哽咽 我认为这是非常荒谬的 所以今天出现这个国师的角色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合理的怀疑 原来马英九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是一个角色的扮演 哪有过去台湾发生那么多命案 你马英九当总统你不用哭 在香港死了108人 连这个15岁女扶持 全球关注的时候 马英九一句话都不说 唯独陈同家案 你会在那边哽咽 这只有一个情况 就是政治上面的操作 那除了政治操作之外 法律上我找不到理由 帮马英九想他的借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马总统 也有回应 因为苏仁他话讲的蛮重的 说这叫做魔鬼现行 如果这真的是一出 精心安排的政治大戏 那么就理解到苏仁他的逻辑 什么叫魔鬼现行 马英九马办这边说 隔魁带头造谣 政治算计 马办说呢 这个堂堂行政院长 带头造谣 含沙色影抹黑前总统 完全不敌政府要如何处理 发生在台湾 杀人命案还死者公道 只会满脑子政治算计 满嘴政治语言 真是让国人蒙羞 马办表示 马前总统对本案的态度很清楚 就是要让犯罪者 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 所以如果陈同佳 愿意来台头案 民进党政府就不该 以任何政治或技术性问题来拒绝 那民进党现在没有要拒绝了 对不对 那至于与港府洽谈司法互助 可以双轨进行并不抵触 所以民进党不要说 那我们来谈司法互助啊 这是不抵触的 人先接过来继续谈司法互助 民进党从来没有说 不谈司法互助 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 民进党谈的是 那香港赶快 因为现在刚刚丁颖讲得非常清楚 我要办刑事案件 卷证也要过来 你不是把陈同佳塞到台湾来就结束了 因为塞到台湾来会面临一个情形 我们到时候罪证不足的时候 也没有办法处理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 所以去年就已经发了三次 说我们来谈这个部分 那司法互助不以签约为前提 司法互助可以个案互助 那个案互助就过去也发生过 跟香港也发生过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清楚 那马英九讲的 港府有没有答应说人来 眷政也来 他没有啊 他从头到尾不理你 不是 我觉得很纳闷 因为他杀人是在我们台湾 台湾杀的 那对于香港政府来讲 香港是讲境外的刑事案件 他们没有那个司法的管车权 所以他应该 陈宏佳在香港的时候 就他杀人这个部分 应该香港他没有审理 那他在我们台湾杀人啊 他怎么杀了 怎么那个要将来要做 那个什么杀人的一个 一个实践的一个模拟 那个一定是在台湾啊 预谋在哪里 没有 他在香港警察局 承认他杀人了 他有口供 因为他承认他杀人 他在电视上 他在电视上也承认了 承认他杀人嘛 那我们现在不要一直以言说 你监装不来 你人就接回来嘛 接回来我们自己调查嘛 你台湾政府 因为杀人在这个地方 他不来了 他现在不来了 他现在不来了 你总之他不来了 很多的理由 很多的东西 你仍然没有用 因为台湾魔鬼太多 他不来了 我是觉得说 就刚刚讲 其实那个 刚刚那个 黄律师讲了 他说 其实我们现在 应该是说 不管男女 不要太多的政治阴谋 包括你苏贞昌 那个行政院长 也不应该讲这种话 你好像讲的 好像这个书戏是陈唐文跟马英九 串通所合演的 因为你证据在哪里 那你不能说 我就看到他哭 我都看到他 他怎样怎样 那我就 我的想 我的怀疑 你要去指责一个人 你要怎样 你要有相当的证据 尤其是你指责一个前总统 那今天我刚刚也讲 你那个标游戏 那到底西国庄 扮演什么角色 到底你华城河 扮演什么角色 他来是蓝绿都见 那蓝绿都见的话 那到底怎样 所以我们现在根本说 你在民进党政府 也不要找很多理由 说你建中不来 我人就不来 你最好人赶快来 我们自己可以办 人赶快来 对啊 要等他来 不是啊 你一开始 你一开始是讲 没有没有 从安没有 你一开始就行 建中也要进来 所以现在人不来了 这件事情会继续延烧吗 这个事情没什么好延烧了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分两阶段 上半场跟下半场 上半场是礼拜天 礼拜一到礼拜二早上 那时候陆委会 当然陆委会是没有说 你不要来啦 但是陆委会意思是说 你有管辖权 你为什么不审 我们意思是这样嘛 你为什么抛给我们 你会不会觉得 周刊报导之后 这个舆情有先进 但是你看为什么第二天 就是礼拜一 这个是一直到礼拜一嘛 礼拜一早上是说 搞到很多阴谋论 后来发觉止不了 止不了大家的怒气 礼拜一下午 第二波就说 要先有台港的 司法互助协议 我们才可以让他进来 本事已经改变了 本来是说 不希望他进来 后来就说 他进来 有前一条件 是台港要司法互助协议 那后来看起来 还是不行啊 因为大家觉得 司法互助协议 跟这件事情 不见得有直接关联性 而且你要签这个 互助协议 有很多种形式 大家一想到说 签协议 要旷日费时 签个好几个月 那那个杀人犯不是 逍遥法外在香港吗 所以大家觉得 那不合理嘛 然后到了礼拜二 蔡英文才发觉不行了 就说好 我们主动出击 化主动为被动 这个才是对的 所以一主动 你看啊 就变成照妖镜了嘛 你想我们欢迎你啊 我们去把人逮回来啊 他不来了 他向归缩了 现在就变成说 就坐实了当初蔡政府讲的 你会不会是被投案 你不愿意 就是说 陈同佳可能不愿意 因为后来 我觉得陈同佳这两天 可能也看 他可能当时在监狱里面 他资讯比较不够 他可能就被这个律师 管浩平说 你去我们要把你 聘台湾最好的律师 陈长文 绝对不会有问题 是过失杀人 通动杀人 过失收藏 可能关几个月就OK了 好 第二个 他还说给他的那个陈同佳的家人 给他们一笔 例如是安家费 管浩平否认 管浩平否认 但是有没有我不知道 所以可能陈同佳 当时在监狱里面 他也觉得 可能那个管浩平 你跟他说 你现在已经在香港 你没有立足之地了 大家都认为 你是那个罪犯 你是杀人犯 你在香港 你过不下去了 你刚才到台湾去 把这事情解决掉 可能当时 陈同佳在监狱里面 他也觉得这样有道理 可是他现在可能出来 他上网看一看 他发现觉得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没有 主要是建制派的议员发声了 对 所以都有 所以现在反而变成 蔡英文 重新捡到枪 就是你当初 他是不是被 这因为他是不情愿的 他是被这个投案 这个就变成有正当性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然后加上马英九 又加上陈长文 还有什么政治操作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分 上半场 我觉得蔡英文的确是十分 但是下半场 扳回来了 好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扳回来 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事情如果 今天有新闻 说陈同佳 说要等明年总统大选 选完之后再回来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说如果 你是有什么政治判断吗 是如果韩国瑜当选 跟中联办再商量一下 是不是 韩国当选有另外的安排 还怎么对你这样 你为什么要许 中年办会 这个杀人罪 这个杀人罪 跟蔡英文明年谁当总统 没有 杀人罪 因为他杀人之后有分尸 分尸 而且一尸两命 肚子里面还有小孩 但是如果是过尸杀人 那罪行是天差地远 好 整件事情 他自己说他是冲动杀人 整件事情我们看来 有陈长文的角色 有马英九的角色 那范老师分析说 整件事情分上半场跟下半场 我们还要说下半场之余 现在这个案件 居然还有一个翻外篇 什么叫做翻外篇 延伸到了 国民党的公斗里面去了 怎么回事 马上回来 吴敦英唱的中华民国宋 直接想过媒体提问 外团自己可能列入 不分区第二名最稳当的 安全运单内 但是韩本可不买单 韩本发文 抢吴敦英没资格当党主席 更没资格提名不分区 甚至要吴敦英棒子交给韩国瑜 尤其看到这一幕 吴敦英抱着前立法院长 王金平 这可踩到韩本的路线 我觉得现在的韩本 如果真的要去包围的话 会比较恐怖 因为他那个第一个凶悍度 对 远超过过去的那个 2000年那个激动成本 对 那所以你说 会不会落出是会 但是你说 吴敦英会不会辞掉当初 他会怕 会不会让 才刚被开除党籍的 郑佩芬直言 吴敦英让韩本气体败坏 2000年包围共党中央事件 恐怕重演 不仅因为韩国瑜是韩本认定 破坏来营团结的眼中钉 就连部分区党内都传出 要求吴敦英得跟韩国瑜商量 甚至有韩国瑜要 思习挺拳的声音 不是包围党中央党 不是包围他家 你信不信 你相不相信 我不希望他们做这个事 可是会这样做 因为群众会做有乐趣的事 可能吴主席要出一些力量 还有魄力 让每一个上面的王 都怎么样 心服口服 对 因为王只能一个 韩国瑜低迷民调 却挟着大批韩本 要跟党同样斡旋 甚至韩粉包围党中央的传言不断 如今随着登记参选时间逼近 吴韩之间的恐怖对垒 两边碰撞 恐怕只会越来越激烈 好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陈同家案件的番外篇 进入到了国民党的斗争了 怎么说呢 这个10月22号 前总统马英九 不是说他是两个爸爸的 两个女人的爸爸 总统您不在乎我们在乎 讲完之后隔天 马上就是有这个新闻跟进 10月23号 这个是上报洋毅的报导 上报洋毅的报导 就说呢 马上哦 陈同家案可承 蓝营大选破口 吴敦毅慢办拍才硬起来 好这件事情 怎么吴敦毅又有罪了呢 此案重挫蔡政府声势 蓝营四季大政 过程中一开始 只有前总统马英九 单独发动攻势 国民党总统参选 韩国瑜接招猛攻 本应扮演辅选重要角色的 党中央却是错失黄金 72小时先机 直到今天蔡政府已经大转弯 国民党主席吴敦毅才终于 硬起来跟上进度 发表公开谈话 众批小鹰 啪啦啪啦 这起案件呢 吴敦毅慢办拍 被骂了 再对应一下 这个中国时报 时论广场的说法 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提名 名单即将公布了 吴敦毅无视社会观瞻 不知利益回避到如此地步 国民党支持者 应该要求吴敦毅下台 交出党权 并由韩国瑜代理党主席 重订不分区名单 2020大选 国民党从年初的 躺着雪斗营的一面倒 那到现在呢 惠银的叫 拌到要死去 最大的罪人就是 吴敦毅的私心 吴敦毅何苦 害国害党害己 功斗已经上来了 連陈同佳的案件 反应稍微慢一点 也要被批评一番 其实吴敦毅第一个反应是正确的 他就是讲 属人属 他就讲的很正确 他是就事论事 他是就是 他是当过副总统 我可以洗这个人 他讲的是对的 所以我帮你补一下好不好 就说可能观众没有看这篇的话 本应炮口一字的党中央 不但反应慢慢拍 吴敦毅昨天更是独排蓝毅 蓝就是要捡到枪攻蔡总统嘛 对不对 他呢 比较理性一点 他与代保留的说 这个案件有司法主权争议 但是他不能随便赞同或不赞同 一定要好好用心了解才可以评论 强调自己不是评论家 而是实行者 这样要向我们 对 其实我觉得吴敦毅有没有 他虽然做主席有备受争议 但是在这件事的评论上是 表示他真的承认过行政手上 了解情况嘛 不是故意要脱坏韩国瑜的选情 对 那问题是这个就是窝里反啊 对 那今天脱坏韩国瑜选情的人 这家报纸要不要负点责任啊 这家报纸的另外一个分报 叫旺报的社长 在这个广播上 龙青龙 公开骂韩国瑜没有知识啊 怎么会有人 不读书 不读书嘛 这种人怎么可以当总统 那旺报的 旺报是谁的 旺报也是这家的啊 所以现在是两个手法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 帮韩国瑜在卸责嘛 那整场选战打下来 韩国瑜就是像今天讲的 这个韩粉就是一只穿云剑 知识全不见嘛 对不对 那全部都这个 讲出来的话 都离了 什么故宫这些事情 就是对他的民调越来越差啊 那今天也是一个 如果说他连知识栏都看不下去 吴敦义赶快辞职 让韩国瑜当代理党主席 国民党会变什么样子 那就是 国民党就变成韩国瑜党啊 对 那就全部都要求故宫把文汝通拿出来啊 然后全部三千公尺以上都要升旗台啊 就变成这种党啊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家报纸 当然他自己他现在是做这个百分之百的 帮韩在做这个内斗的 现在就是拿下了初选的这个旗帜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把国民党接手了 对我告诉你 这家报纸就是要把 又是要让韩国瑜去接手 这个党的党中央的权利嘛 那他今天说 吴敦义让这个选举这个选到如此地步 那吴敦义当时是袒护韩国瑜的 那你怎么突然变成说 你把那个吴敦义骂死了 害国害党害己 对啊 所以你这家报纸应该把这个社论送给自己才对啊 你送给谁 所以现在吴敦义他是面临到一股 要把他拉下来的压力 还是说因为不分区的这个饼实在是太大了 因为看着韩国瑜很难当选总统的情况之下 不分区就是一个最大的利益跟舞台 这个也是有因素 因为现在对于韩国瑜建议的名单 党中央认为你只有建议权 然后吴敦义呢 我可以接受你的建议 或者不接受你的建议 我来决定 我来决定 所以这个整个韩正宜对于 透过这个报纸呢 大力的批评党中央 那现在问题是 党中央在提名不分区立委的时候 真的公平吗 其实也不止这家报纸啊 对不对 像朱立委员讲说你不要自己列进去嘛 很难看啊 你要多提名一些这个比较这个年轻的人嘛 那所以说我们真的也不是帮这个 这个什么帮谁 只是说今天国民党轮到这种地步 不会只有吴敦义的责任啦 这家报纸起码要负一半以上的责任嘛 那韩国瑜是要另外 不知道是几分之几的责任 不是 不是吴敦已经帮韩国瑜开绿灯一路开到 让他赢出权了 那你现在就在抢党权 手机民调也没有做了 你手机民调如果有做 要来 对啊 同志民调也没做了 而且他是要 你顺了韩粉的心 现在又要吴敦义干嘛 交出党权 什么东西都交给韩国瑜嘛 交出部门区立委 然后现在骂到朱立伦啊 朱立伦出国 他不想表态不行吗 那为什么要骂朱立伦 因为现在马吴都在这个 韩粉的还有这家报纸压力下 去报了韩国瑜嘛 你现在只有一个人没有报到韩国瑜啊 那是朱立伦啊 所以 他可能不是已经私下谈心谈很多了 没有啦 因为朱立伦现在不当他的副手嘛 那他唯一现在同台就是住住节那一场 后来朱立伦就完全没有跟这个韩国瑜同台了 所以我觉得这家报纸当然是 为了现在帮韩国瑜出气 然后呢 未来党权谁掌握 现在不分区民调的分配谁主导 这三件事情都在算账嘛 都会帮韩国瑜把 扑打党中央嘛 现在的一个逻辑好像是说 如果韩国瑜他没有不分区的提名权的话 这个地方诸侯帮他的时候没那么伤心 很严重 非常严重 所以当时朱立伦他选 上一次朱立伦选总统嘛 他身兼党主席 他高兴给谁不分区就给他 所以朱立伦 朱立伦 朱立伦 后来为了要吹票 让你们帮我 因为他到时候临时上去很惨 所以弄了一个骗人的理由嘛 所以他们将来都是现场的候选人 其实不是嘛 朱立伦啊 张立伦啊 吴志阳啊 那做什么 他们应该只能做两年 那后面地捕 对啊 后来没有啊 那为什么 就是他们这些人就说 那我这个太子 所以真正人我讲话不算话多的 那国民党百就这样子嘛 多的是呢 可是他们就是我有这个派系 我的派系在这边有个立委 将来是有个地位的 所以朱立伦知道立委是可以这样 那现在吴敦逸呢 也要考虑啊 如果你韩国瑜的局面是这个样子 虽然韩粉很高兴啊 有大导演说有八百万票啊 所以我们从务实面来讲 今天韩国瑜他没有不分区的提名权的话 他真的就是两串相交了 他跟当年的朱立伦完全不一样 朱立伦是整个党 党他的支援部队 可是对吴敦逸来讲 又可以送礼物给人的 那对吴敦逸来讲 就前面讲的啊 如果说今天韩粉败了 韩国瑜败了 包围党中央 韩国瑜党什么都没有了 那所以怎么办 现在是吴敦逸要开始把立委给人 到时候党权之争的时候 没有错你有韩粉 你能撑几天吗 我有立委 在立法院里面 连吴敦逸都在立法院里面 那是国家保障四年 那谁的势力大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内斗 这是朱立伦一样啊 朱立伦当初出来选总统 没错 他还起床做的 是啊 所以双方的 还是国民党里面最大的诸侯啊 那部份区的话可以开除党里面 他就立委就没得做了 那要抢下来嘛 所以他要继续当主席 主席嘛 那到时候立委里面 党员投票 我这些立委是有实力的 你要感谢我给了你 这个部份区立委做 所以他今天才讲 没有错 韩国瑜有建议过一些名单 但是 这个东西是没有潜力的 由我主席来决定 你看到洪秀柱讲的 洪秀柱讲的 国民党部份区提名 应该让韩国瑜表达意见 对啊 吴敦云说 韩国瑜有提部份区人选 哪会优先考虑 对 但是他会讲 过去都是党主席来决定的 所以他提名 我有考虑 你觉得吴敦云会不会给谢龙介 对 他会这样子讲 吴敦云会不会给谢龙介 其他人都没有 可是吴敦云会讲 是我给你的 所以你要记得你的恩人是我 不是韩国瑜 没有啊 敏鳌有最新消息喔 你说他给宜敦云 他给了四个 谢龙介有了 有 传说的有 应该只有谢龙介一个 所以其他人摆不平啊 可是谢龙介还找地方的立委参选 抢吴敦云耶 抢吴敦云 帮你